官方晚安 歡迎收看電視五天新聞 您好 我是徐曉雲 新聞首先要帶你來關線是防疫關頭 現在在第一線登船的飲水員 抱怨說居然沒有防疫裝備 原來日前就有一艘馬少爾籍的船隻 要進臺中港 當時船上有船員發燒 不過飲水員要登船來帶領船隻進港 但是當時他只有口罩以及手套 沒有任何其他的防疫裝備 最後是在中國支援下隔離 衣護目鏡才有裝備 他才能夠放心登船飲水 飲水員穿著隔離衣和救生衣 戴著護目鏡口罩全副武裝 等到船一靠近就直接登上貨輪 三名飲水員小心翼翼的登上貨輪 接著直接進到駕駛室 協助船員將船開進臺中港 飲水員成功領船 但身上所穿的防疫裝備 居然都是借來的 因為這騷馬邵爾吉 載著液化天然氣的船隻 船上一名男船員出現發燒症狀 就怕感染到武漢肺炎 船方趕緊將他隔離 但飲水員沒有任何防疫裝備 根本不敢上船 這個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船的狀況 裝備是這樣子 這個口罩是國家統一配發的 那其他裝備所有裝備都沒有 所有裝備都是我們自己想辦法去弄的 我們是期待就是說你要有一個SOP 我們在什麼樣的情況呢 做什麼樣的防護 最後中油台中廠主動提供隔離 和護目鏡等裝備 飲水員才放行登船 不過身為第一線登船的飲水員 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船隻 卻只有手套和口罩 沒有其他防疫裝備 恐怕成為防疫破口 記者謝憲宗 林佳穎 台中採訪報導 我的我的 I-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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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